恭喜發財 今天是2023年大年初五 今天會由大潭水堂上紫外蘭山 首先由黃麗聰小堂出發 途經陽明山莊 大潭郊野公園進入大潭水堂 先行大潭水堂加樂徑 欣賞大潭上水堂 再觀賞大潭赴水堂 再到大潭督水堂欣賞古典的大潔 然後沿著大潭水堂落大潭廣 欣賞美麗的景色 以及大潭督水堂壯觀的壩底 然後接上廣島徑欣賞出名的潭光飛墓 走一段回頭路接上大潭中水堂 沿水堂邊上淺水壞鈎 爬上天梯到達紫羅蘭山頂 欣賞美麗的吊鐘花 最後回到黃麗聰水堂中熱就是今天 這裡是黃麗聰水堂公園 由中環交易廣場特洛浩包市 就由這裡下車 這條是一條很熱門的路線 我們由前這個樓梯上 上完樓級左面有一條路 這條路是金督池馬徑 這條路是大潭交流景的部分路段 一個圈可以出回大潭水堂道 我們今天不走這邊 就走右面這一條路 直速就是大潭水堂道 這裡都有牌寫著 對 那我們就轉左了 左面是雅柏院 右面已經是黃麗聰水堂了 那我們過了對面 先去廁所先 先前一點有廁所 這裡就是黃麗聰水堂了 如果我們上去知羅蘭山 也都可以由這條路上去 但我們今天就不是由這條路上去 廁所在這裡 去完廁所 回來就上車 楊明山莊 下面這一條樓級上的 這條就是慧易聖經 第一段 一樣可以上到紫羅蘭山頂的 如果看釣鐘巴 也都可以由這條路上去 那我們今天不是由這裡走 那就繼續向前走 先去大潭水堂 對面有一個閘口位 出口位喔 就是剛才下車的地方 就說 我就說金督池馬徑 和大潭交流徑的出口 繞一個圈的 大概要走呢都要一個小時左右 那前面呢也都有一個慧易聖經的入口 也是廣島徑的入口 慧易聖經入口的第二段 在對面 那這條路呢是上去渣邊山 不那山可以出大風雅 直速這個 質魚蔥可以走人的 那這一條路走到尾 大潭北水堂呢 大概呢會用上個幾小時左右 作為一條輕鬆交易的路線是非常舒服的 現在就是早上10點 香港第一個水塘,大家知不知道是什麼水塘? 香港第一個水塘原來是薄芙林水塘 薄芙林水塘是由1863年起好的 起好之後發覺食水量不足以供應香港島 接著就建第二個水塘 第二個水塘就是大潭水塘 左邊有一條家樂徑,我們可以走上去 走家樂徑就要上樓級的 但是景色就比較好一些 大潭水塘就位於這個大潭郊野公園裡面 是由一組水塘組合而成的 包括大潭上水塘,大潭副水塘 大潭中水塘和大潭篤水塘 我們建築的時間就是1888年至1917年起好的 他們現在也有百多年歷史 這條家樂徑旁邊也有一些牌 介紹周邊的林木 都好像一條教育徑一樣 左右兩邊都是林木,相當好行的 大頭茶,我們平時行山都會經常見的 就是這些 這邊都有 短短一條的家樂徑 竟然有這麼多這些教育的牌 今天這條路真的相當值得一行 前面有個亭 那這裏有個亭,那就下去看一看 喔,這裏已經初步看到下面的大潭上水塘 這一個應該是大潭副水塘 那後面呢,這裏那個島呢 就是洪山半島來的 這個尖尖的那個呢 原來是龜山的 這個觀景台相當不錯 走完個艇,就繼續下坡 那都是一些很公正的樓級啊 好好走 走了一陣前面有個大潭觀景台喔 原來這個位置就沒那麼高 但是也可以虎覽一下下面的景色 這個就是北拿山 這個咬位掉陷了下去就是大風咬了 可以去回質魚蔥的 這個就是柏甲山最高頂 但這個位置就見不到那個波波 因為柏甲山是有個波波在那裡的 右面這個呢 就是歌連神山喔 那最有名的龍隻在哪呢 原來就是這裏 這個就是龍隻 那遠至鶴咀都可以看得到 那我們平時呢 如果在網上看片啊 又或者看書都未必那麼清楚 周邊的山脈的名稱 那麼有這些觀景台指導明是什麼山什麼山呢 身歷其境呢就比較容易理解 好了走了幾分鐘 加落境的測口了 那麼接駁回先前的車路斜坡 那麼我們轉左 繼續下水塘 走的是大潭道方向啊 大潭上水塘啊 前面有一條路啊 我們第一站就會轉入這條路 去大潭上水塘看看 那我前面這個呢就是大潭庫水塘來的 那大潭水塘那些橋呢 就非常之有特色和漂亮的 好雲偉的 好雲偉的 有些花光石 堆砌熱水塘的 先下來的 那就是大潭塘水塘 哇這一條橋真是令我印象深刻 好了那前面呢就是轉去 右面就是轉去大潭道的 也是去大潭篤水塘的方向 那我們去大潭坊 大潭坊的方向就是大潭上水塘的 那我們多個圈先 上面就翡翠 下面就金磚 這個大潭上水塘 都有點像石狸貝水塘 那走前一點點呢 這裡已經看到上水塘的壩了 前面直路去回赴水塘 也是大潭道的方向 那我們轉左看看 上水塘的風景先 那這裡看呢就有點像城門水塘的壩 後面就是柏架山 水塘的尾段 左面去回大潭坊 右面有一條淋道 亦都可以接駁回那條斜路 回到大潭道的 那我們回頭了 這個下面一條路呢 你也可以接駁回到赴水塘 這個就是水濟塘 大潭上水塘 在這裡 這個位置看大潭上水塘的斜坡 很特別 這條路多一個圈 速回到赴水塘 看看牌子 大風鴨 大潭道 好看 今天有 får水塘 這裡可以拍到 金魚 這裡放生了好多警警 是人家上身的 小小小小小小小 這咀嚕很大 那的金魚都好肥大 在那裡 條條路那麼大條 還有一些小魚在那裡 哇 金魚真是很大條 什麼顏色都有 好 太陸了 太陸了 怎麼這些呢 好 太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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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完就從這條路斜路下 繼續去大潭道 这里就是赴水塘排红的地方 现在的水就未满 满了的水就由这里排到大海 出回去 过了赴水塘 继续下车 左边一条路 应该就是去那个红尖屋的 我们上去看看 是红尖屋 大潭赴水塘工人宿舍 现在当然是没有人住的 又来看看 好紧 走几步路已经到这个红尖屋 就不是感贴的红尖屋 这些尖屋由砖来砌成 都挺漂亮 挺特别 整间屋都是红色的 就是以前大潭工作人员在这里住宿的地方 现在都封了 也都不让人进入 就是这样 这个红尖屋的外貌就是这样 窗都封了 看完红尖屋就继续下车 现在前往这个大潭中水塘当中 我们今天呢 晚点才会上大潭中水塘 我们会先去大潭督水塘 多个圈 然后回到大潭中水塘 再上紫洛兰山 前面左面 有一条路呢 转回头的 这条路可以回到大潭 上水塘的 那就是这条路 可以转回上去的 港岛临岛 来的 帕甲山段 这条可不可以都会有些车走进来 小心点 那左面这里有一条呢 港岛径 这条港岛径是第六段来的 那我们稍后会走 从这条路走出来的 这条路呢 可以走回大潭道 途径呢 就是这个潭江飞沥 都是一些原始点的路段来的 今天条路线呢 就比较长了 所以也都比较迂回 少少 走过的路 可能又会转回头 又再走一次都没定的 那如果觉得长的人呢 可以分去两次走 一次就可以只是走 大潭水塘 另一次可以纯纯水水的 上这个枝洛兰山 也都可以 那我今次呢 一次过就走完 所以行程比较急少少 下面有一条坑间 那这一道位置 已经看得到 大潭中水塘了 就在我们的右面 这里是大潭督水塘 烧烤区四号墙 也都有一些烧烤炉在这里 前面就过桥 这里看到大潭中水塘的坝了 正在过桥 右面这里一条路 是上去大潭中水塘的 我们等一下会回回头 走回这条路的 因为呢 因为呢 那个大潭督水塘的坝底呢 是很美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统一统那里 如果不想统那里呢 可以由这里走 直接由这条路过去 上去大潭中水塘 再上芝洛兰山 这条路入 再上芝洛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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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们就回头了 我们现在继续去大潭道 到了大潭督水塘了 有个咨询派 有个地图在这里 可以看一看 参观一下 这里有一些很有特色的椅 就地取材 用原材料搭成的椅 可以让徒人休息一下 非常之美 大潭水塘呢 有四条桥呢 是很有特色的 都是法定故事来的 这个半圆形的桥 真的非常之美 现在身处在半圆形的桥之上 前面这一条主坝呢 就是大潭督水塘的主坝 也是一条车路来的 是车路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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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也是大潭道啊 这条也是大潭道啊 过了桥之后 由这个角度 再看一看一条半圆形的桥 啊 就是相当幼美啊 经过一号区烧烤墙 很快就返回大潭道了 前面呢 就是可以搭车走人的地方 一般人走大潭水塘呢 由阳明山津入呢 到这里返回 可以从这里走的了 那么有14号的乘巴 可以返回家亨湾 也都有小巴 可以返回柴湾的 那么 释除尊便啦 那么 这里也有个厕所的 还有那个巴士站 就是这个位 那再看一看 大潭督水塘 那如果想轻松郊游呢 走到这里呢 就可以走人结束的了 那么 我今天呢 只是走了大概三分一 那么我们要继续走到三分二 哦 那就要横过 大潭道 对面 落车 那么下去大潭港 那么巴士站在这里 那我们就横过对面 这一条依然是大潭水塘道啊 那这一边呢 那这一边呢 就大潭道 去赤柱的方向 那么 那从这里落 现在是十一点两个字啊 走过条分叉路 右面呢 是国际学校来的 那么我们就不能走上去了 那么走左面这条落车路 这里有个大潭童军中心啊 走到尾就不要直去啦 就转左了 转左已经是一个海边来的了 这里就是大潭港了 那么有很多船在这里啊 停泊在这里啊 啊 前面那里呢 已经看到上面 有一个石碑在这里啊 那是一个无字碑来的 那么大横那条那座山呢 也是一个叫做石碑山来的 那么这个碑呢 这里有一绿 红山半岛那里呢 也都有一绿的 那么听说呢 就是用作这个航海之路 那么这个呢 就是大潭港了 哇 这个环境非常之优美啊 哦 上面那个柏格山两个波波看到了 在这个位置 刚才这一边走过来的 这边就是白北山 红山半岛 现在非常之近这个海边 那么这个石碑山呢 是164米高 那么后面那座山呢 就300多米高 就是那边上山 这一道真是风凉水冷啊 又披静 前面的马路是 慢慢进入 大潭督邨了 右边已经是村民的地方了 那么走这些地方呢 就要保持肃静啊 就要保持肃静啊 过了大潭督邨 就来到这个坝底了 这个坝底就是大潭督水塘的坝底 那上面就是行车的 下面就是一个坝 那如果有水流下来呢 就非常之洶涌澎湃 那这条桥 走过去也都很特别 在这里看一看 这条就是大坝 下面就是排水的地方 那在右边也通过去大潭港的 这里好像有些红树林啊 哇 住在这些地方 真是背山面海 那我们出回去这个位 上去大潭道马路 就接回去港岛径 再看一看这个大坝 看完大坝 向前走几步 就上樓级 就出回大潭道马路了 然后我们就会转右 就去回港岛径 去前面找路啊 前面这里有个十四号的巴士站 那如果你多人搭的话呢 就最好去回刚才那个 达南北水塘的巴士站 因为那些人是擠在那边搭 如果你多人呢 如果在这个位置搭呢 就未必有位上啊 那我们向前走一点 才找到那个入口位的 过了马路 有个牌 右面这条落楼梯的路呢 就是港岛径六段了 我们由这里走出去 那现在就是十一点半 那走了过半钟左右 H068 H068 走着的这条港岛径 都是一些原始的路段 走了一阵 右面一条路呢 这条路是通过野猪径的 那这条路呢 都是一条山路来的 有丝带在那里 那我们不是走那里 那我们不是走那里 那我们走左面这条路 继续出这个大潭中水塘 这里望回出去 都还是大潭督水塘啊 那下面这些路呢 全部都是一些泥路 那很多树根呢 凸了出来 那走的时候小心点 到达了067了 那走前一点呢 应该就很快去到这个 谭江飞埔了 过桥了 那左面这条呢 就是谭江飞埔了 那是一条瀑布来的 瀑布楼下之下呢 就是谭江石垫了 这些小路呢 可以走进去看看 刚才我就是那条桥过来的了 那条瀑布呢 那条瀑布呢 就应该是畜棉 那只能够在这里看得到这一道了 再下烟就看不到了 那小型的瀑布 小型的流水 这边看一条桥 都挺漂亮 挺壮观 离开谭江飞埔 那又走了一阵 又到达66号牌了 那我就快速到去 大潭水潭道了 现在是12点钟 那就是说这个港岛径 走了半个钟头左右 我又出回这个 大潭水潭道了 今早走过的地方 这里有个牌了 大潭道啊 看看这个入口位 就是这个入口位 就是这个入口位 今天早上走过的 那现在前往这个大潭中水潭当中 那就是说呢 今天呢 已经走了一半路程左右 走了两个钟 就是预计呢 要四个钟头 才能走完今天的旅程 离开港道径 走了五分钟左右 又回到今天早上走过的地方了 又是这个位了 大潭中水潭 我们今次由这里陆进去 这里上去的那个坝呢 大概需要五分钟左右 前往的位置就是浅水湾峭了 这里可以通过浅水湾峭 也是浅江桥的地方 那是一个交汇位 这个位置可以看到 刚才走过来的那条桥 又是很漂亮的 非常之有特色的 这些地方呢 一定是位置 一定要在这里拍一张照的 不用五分钟啊 已经走到上来了 这个大潭中水潭 这个坝位啊 全部都一样花肝癌 起起啊 非常之坚固 今天转右 今天我们先去坝里看看先 这条直路 这条直路 就是去浅水湾峭了 等下我们会走的 那过来这条坝看看先 今天没什么人啦 走日 那前面条路呢 就封了的 我们只能够在这里 看一看水湾 这个就是 大潭中水湾 那些水呢 就比较黑一点 和粗一点 对面 对面那一座山呢 就是 沙南山 那我们今天会上的 那这里呢 就是那个峻头了 这里可以看回来 今早 刚才上来的地方 烧烤墙 4号 我们刚才由那里上来的地方 可以看一看 那个坝位 这个水湾都挺大 那 和大潭上水湾差不多 那感觉就 当然就没有大潭 那水湾那么大 那我们回头了 然后转右 浅水湾峭 上紫浪南山 现在是12点2 那估计去到浅水湾峭 就要半个小时左右 因为这条路 去到那里 都挺长的 第一条桥 记忆之中 好像有两条 这些桥 那这一个石垫位 这些流水流回到水湾 偶然都会有些上落斜 比较急的地方 好像这一段路 上落就比较斜少少 一直都在外国 是啊 这么久 他都回来了 他都说不回来了 回望一下 大潭中水湾 刚才那条坝 是由那条坝走过来的 已经走了几远的地方 香港地的水湾 通常都以独立水湾为主 最多都是分开上水湾 或者下水湾 分开四个水湾比较少见 印象之中 只是知道九龙水湾是分开四个水湾 第二个就是这个大潭水湾 一分就分开四个水湾 那算是比较特别的 前面有第二条桥出现 都是走上面 如果有信心可以走下面也可以 下面那条路都不是很难走 这条路对于行惯山的人来说 就没那么沉悶了 有少少趣味性 对于新州来说 有少少挑战性 那是一条比较相宜的路线来的 沿路都遇到不少洋人 那香港真是一个华洋杂柱的地方 现在是十二点七个字 我由大潭中水湾走过来用了五个字 到达了千水湾亚 亦都是子光桥的地方 是一个重要的分岔位 可以见到很多人在这里绝集 这条就是子光桥 有一个牌子在这里 左边那条路上去就是上马干山的 就是《慧逆诵经》第一段 是通过赤柱那边 很多人会在这里拍照 因为人太多 那我过了桥先 大标呢 紫光桥 对不起 对啊对啊 对啊 差不多到我们 给点啊 给点啊 那这一条隐水道呢 就是赤柱西隐水道 可以去到赤柱那边 要过马干山 不用上山 就可以去到赤柱 那右边这条路不下浅水湾 那去国际学校的 那这条路就崩催了一点点 那十几分钟呢 就可以去到赤柱湾的了 今天去赤柱的人都有很多 那我们今天就不是走这条路的 我们走回到至光桥那里看看 因为人太多了 这条上马干山 赤柱狹道的 那很多流级的 有天下第一天梯之称 那我们由大潭督小堂来的 这条路 那去紫罗兰山呢 就走这条路 那由这条路上去的 那由这条路开始呢 就会有很多很多流级的了 浅水湾澳 海拔就一百三十三米 紫罗兰山 主峰就四百三十三米 就是说我们现在呢 行楼级上呢 就有三百米的攀升 那都是挺辛苦的 一条路来的 左边应该可以见到 少少浅水湾的景色 的流雨 那我身后面那个就是 孖江山 这个就是北江 从这里看得很高 刚刚由A楼梯上来的 现在是走一 都依然是这么多人 这一条真是一条 热门的山径 走了五分钟 那一条分叉路 十字路口 左边呢 就去黄泥冲峡峡的 就是近黄泥冲水塘那里的 是一条 紫罗兰山径 现在不用双山的 那就是左边那一条 右边那一条就去 大潭水塘的 库水塘 从这里走过去 那我们紫罗兰山径 紫罗兰山就上山 就继续了 但是也好一点 按一下开 刚才左边那条 紫罗兰山径 是一条隐水道来的 那沿路呢 就可以欣赏 千岁湾和深岁湾的景色 那平路来的 没有楼级上的 大部分路景呢 都有些崎嶇的石仔 那要小心点走 旁边也都有一些栏光围住的 没走过可以去那里走一走 那我们平时 行山的时候呢 无可避免 就要上很多楼级的了 那上楼级的时候呢 记得个重心 就不要倾向前 如果你重心倾向前呢 你的膝头就承受很大压力 那么尽可能呢 保持个重心水平 垂直 那就最好了 慢慢走 那由这一段路开始呢 就要开始留意一下 看看有没有钓中花 因为过年的时候呢 就有很多钓中花在这里了 钓中花花期 一至三个月 所以过年来看呢 是很多人的热门的节目来的 走了七分钟 今天攀升了一百米 现在这里海拔就二百三十三米 到达了W006 今天出现第一棵钓中花 不过就银点 那应该前面还有的 路边有些钓中花 不过就不在路旁啊 那比较难拍到 那这些路呢 又开始出现一些冰糖葫芦芦芦 那些石头很大 那这些路都相当吃力下的 那也都要小心一点 沿路呢 沿路呢都见到很多大头茶花在这里 那钓中暂时都比较疏落 可能走后一点才会有多一点 走完一段平路又要上楼梯了 现在就是海拔三百四十米 那大概不够一百米左右 就会去到主峰了 这一道看到大潭中水塘 远一点的大潭督水塘 和大潭港都看得到 就是刚才由下面走上来的路 哇 这里很多大头茶 前面还要上楼梯啊 前面直走 转右上楼梯啊 路放相当开阳 和明显啊 很多烏鸭在这里 啊啊啊啊啊 这里已经到达 差不多是最高点了 好大风啊 下面大潭水塘 圆圆全全全看到了 所有风景一览无遺啊 这是什么东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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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了 已经到达最高点了 前面有个标高处了 这个就是子罗兰山的主峰了 433米 我用了大概由浅水湾咬上来 大概用了半个钟头 就可以走上来了 如果下就应该快很多 紫羅蘭山頂 433米 這個是主峰 標高處就在這裡 我們繼續前往 去富峰的位置 富峰的位置就是436米 比這裡還高一點 下山的路段還是這些大石頭 要小心點走 不是那麼好走 前面好像有一棵吊鐘 等一下可以先拍一拍 這裡真的有一棵吊鐘 好像就大棵一點 比剛才那些沒那麼韌 紅色的吊鐘 藍色的天空 香港來港呢 西貢的大枕蓋就最多了 每逢這個過年都很多人去的 其次就是這個紫羅蘭山 今天走這個地方 那我據我所知呢 大南交易公園都有 一些吊鐘花的古知 沿東交遊景那裡都有 以前到深井都都見過一下 還有衛逆順景第五段 都有 那前面就是陽明山莊 這裡見到 還有外面那些樓 廣島區的樓 這裡遠處見到 烈高順山 陽明山莊 石礦場 北拿山 還有柏架山 前面有個路口位 直去繼續 偉奕順景 那我們轉左的 落大塔交遊景 速到黃泥沖峽道 好 那我們走左明柯條 就不是直去 這裡都有牌寫著的 黃泥沖水堂 我們是淺水彎牙 來的 這裡4301 那我們轉左 下了一陣斜坡 又要再上個斜坡 上樓梯 正在向 紫羅蘭山 虎峰還打 436米 就是前面這裡 已經有人在聚集 回望一下 剛才上來的樓級 其實看回都覺得很斜 到達了虎峰 紫羅蘭山 沒錯 無論是主峰還是虎峰 都有標高處在這裡 這裡 正在下山當中 離開的虎峰 大家記住 釣鐘花雖然是漂亮 但就不可以採摘的 因為是受到法例的保護的 千萬不要覺得漂亮 就集了回家 會破壞自然的生態 今天上來紫羅蘭山 找釣鐘 比我想像中 為之少 也不是很大棵 都是很小棵 這裡林洛山 見到一兩棵 很大棵 這段路也算是一段人氣爆燈的路線 因為有沿途 上上落落都見很多人穿插 今天是走一天 如果平時都這麼多人的話 星期日我就不知道會有多少人 這條人氣指數非常之高 這條路 前面見到裂高順山 這個出名的面具石就是在那裡 不過應該是幾難上的 咦 旁邊好像有棵釣鐘 看看 這裡好像有棵 這裡已經見到黃泥沖水塘的景色 C4101 這個是大潭郊遊徑 我就快到黃泥沖水塘了 好咦 就快回到引水道了 左邊那條路呢 就是紫羅蘭山徑 今天不用上山的 那我現在這條路呢 我剛才從這裡下來的 是紫羅蘭山頂的 因為這一條路上 今天要上山的了 紫羅蘭山徑呢 就是原住引水道行的 今天比較舒服的一條路 我們轉右出回去黃泥沖水塘 轉右上樓梯就可以上水塘位置了 那現在黃泥沖水塘呢 有水上單車玩 停辦了一排的了 以前有停辦了 現在又恢復了 不知道今天有沒有人玩呢 啊 都有 然後有一格玩 這個黃泥沖水塘花園 那大就不是很大的了 那在這裏做生意都不錯的 對面就亞帕園 我們今早來的地方 黃大潭水塘路 你今早來的地方 從這裏出回去 這個水塘都幾靚 這裏看見到南朗山 三芝香的南芽島都看見到 這邊就是聶高順山 我上了 他家有鬼 好了 那由這條路下去 出回去大潭水塘道 出回去黃泥沖峽道 這條路下去 今天可以搭車走了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為止了 下期再會